肝血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发炎病变 患者需持续治疗 抑制体内发炎预防复发 竟然许多患者因疫情严峻 不便外出就医 而禁自中断治疗 对此皮肤科医师呼吁 治疗一旦中断 要再用药达到疗效 需花费更长时间 肝血是一个慢性的发炎性疾病 它除了皮肤的影响以外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共病 例如像关节炎 还有三高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高血压 所以当我们在控制肝血的时候 不只是对皮肤的控制 还有像关节 还有其他三高 都必须要一起注意 去年其实疫情很紧绷的时候 有些患者他就会任意的停药 因为他会担心来医院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病人 因为停药之后 原本控制了很好的病情 全部的皮肤的病灶都复发了 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再次要提醒我们的病友 不要因为担心 不敢来医院任意的停药 还是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皮肤 近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许多肝血患者 想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却又担心与正在进行中的肝血治疗 互相影响 已是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报告指出 施打新冠疫苗会影响肝血治疗 根据其他疫苗经验 打疫苗和肝血病灶不一定有关系 基于保护原则 建议患者与主治医师讨论 评估自身状况后 安排疫苗施打 一般来讲我们的疫苗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这种死菌的疫苗 一大类呢 可是活菌检毒的疫苗 那事实上呢 现在在台湾来讲 几乎全部的疫苗 都是这种死菌的疫苗 所以我们肝血的患者 都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施打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病友 不要担心想说自己是有这个 肝血的问题就不施打疫苗 其实呢 不管怎么样 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还是利益大于弊 肝血成因为人体免疫系统 调节异常 患者依症状严重程度 处以不同治疗方式 轻毒患者可依靠涂抹药物 或光照疗法来改善症状 中重度患者治疗用药 则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为生物质剂 第二大类则为口服免疫调节剂 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病友 他们都是施打生物质剂 有患者就问我说 那我在施打生物质剂的时候 会不会跟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有所冲突 其实不用担心 我们施打生物质剂的病人 其实不用调整任何的剂量 就可以接受疫苗的施打 那如果说是口服药物 像如果是吃MTX 或者是Jack抑制剂的患者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 在施打肺炎疫苗之后 可以停药一到两周的时间 但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状况不同 还是要跟自己医生做讨论 开始怎么停药 怎么施打这种疫苗 对患者来讲是最好的 因应疫情发展 各大医院纷纷宣布降载医疗服务 卫福部目前也持续推行视讯医疗 以供民众就诊 黄玉慧医师强调 肝险患者在家 应做好自我防护 例如避免非必要外出 请洗手不群聚 并且持续进行规律治疗 随时注意症状发展 若身体相当不适 还是要向医师求助 记者蔡月红 赖心平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